下一回合 格鬥部落跟我們小七家實驗舞學 這個也是75公斤級了 對 75公斤級 小七家傳舞知名的選手 他原本是在打67公斤 但是剛好配對不到對手 所以直接升量打75公斤 勇氣可嘉 對手呢 格鬥部落 也是很有名的潘宏敏 潘教練也是在那邊教課 他在那邊授課 所以對他們的踢技 踢技我是非常的期待 這應該是很精彩 看來是我們洪方雄先持得點 對 哇 一回合兩邊就很快 他們說這其實是我的一般速度 還沒加速度 還沒換檔 對 他現在才是魯夫的二檔而已 我們等一下第二回第三回才要再加檔位 哇 藍方對他笑了一下 唉唷 喔有餒 這個後腳很重喔 有 你要直線 有一個 你要站旁邊 你要站旁邊 腿對腿對腿 太奇怪了 手拿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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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踩一步再攻擊 踩一步出去攻擊 我們現在看誰 雙方要搶距離 搶一個合適的攻擊位置 如果大家有在看有發現的話 其實林志傑選手 他是左右不停的換架 會給予對手不一樣的迷後程度 你看現在又換回右下 會不斷的混淆喔 真的 因為距離感真的會有落差 這個時候是雙方互擊阿 有時候選手緊張 難免吧 難免 對對對 重新調整一下 重新調整一下 又可以再繼續了 對不對 對 我們打的時候頭會流汗 阿尬我們的頭盔又是橡膠材質 所以比較容易滑動 對 我在想這回合才是第一回合而已 從打來跟第三回合一樣 已經轉開了 我的天 現在時間到 直接把這一腳擋下來 裁判真的是賣命的 真的是賣命的 對 第一回合兩邊其實這個差距也蠻近的 對 就是 有來有往 因為紅方剛開始 啟程的攻勢 把分數拉很高 但是 後面藍方有拉回來 而且 拳都是準喔 雙方選手的拳 腳 都是打得非常精準 不容易 你要在高速運轉中 要打那麼精準 很不容易 現在第二回合要來看一下 兩邊他們的戰術怎麼樣來執行 嗯 個人大膽預測 等一下藍方選手可能會做很多的 踢上端的攻勢 對 因為他可能看到 紅方都是手勢團在拼到中間的位置 那可能會用他的腳踢上端的位置 對 那 紅方選手呢 一樣可能會去用距離的掌握 打一波進退進退進退 游走 而不會跟他硬換 是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猜測 對對對 我們可以來看看我猜 如果對話我今天就買樂透了 抓到這個轉身的空檔 對 我抓一波分數拉高高 有點重心不穩喔 直接被逼到了邊神上 剛好勾到 拳套勾到 對 在挖口裡面 這踢拳賽事裡面是不準抓腳 但是 哦 難免你踢拳剛好出手 剛好逗到 這個沒辦法 對 還有 踢腳踢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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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踢 就不要再出來 快點踢到的時候就是你的距離 剛好出來 壓壓壓壓壓壓壓 往前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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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又是一分鐘過去了 真的 第一回合轉速拉得有點高 現在第二回合我覺得 有點體力下滑的陣狀 他進攻的主速波次 偏少一點 對 但是看得出來 藍方每一拳都是全力在丟的 對啊 他的後手拳真的是 用生命再把他丟出去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可怕 如果 如果紅方可能被重擊到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不小的傷害 可能你一拳沒擋到 那就是一次擊倒了 嗯 真的 踢拳的比賽 雖然他 我們擊倒是不算分 但是你只要三次 就沒收比賽 是 就是你三回合 只要三次就沒收比賽 對對 所以 擊倒還是 可以算是一個取勝的方式 是 而且擊倒會給對手 帶來更大的體力消耗 嗯 心理壓力提交都有 對啊 哇 但是這邊被紅方 抓到一個財命 哇 一勾 哇 再來第二回合 紅方 這連續的攻勢 現在把差距給 拉很大 對 那這樣第三回合 要想追分 他的難度就變得很高 沒錯 但是如果藍方只要能把 比數追到0比0 那是他勝 因為他的分數更高 對 更不容易 對 所以剛剛講到紅方的 林志傑選手 他是 跨級啊 對 沒錯 勇氣可嘉 對 勇於挑戰 對 這運動家精神 勇於挑戰 不畏懼困難 嗯 我們在紅方教練是 我們也是傳舞知名選手 齊拉拉 對 勇春全台灣目前現役選手 勇春全代表選手 對 現在第三回合 現在第三回合 沒錯 就要轉秀 轉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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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稍微又是一點 對 嘴角不錯 但是直徑一腳是不夠的 對 因為分數差距很大 對 對 分數差距那麼大 其實宣傳的心意還是很大 剩不到一分鐘 我該怎麼把這些分數追回來 除了跟自己體力拔合 還要跟時間賽跑 真的 對手也不是木樁給你打 沒錯 我覺得很不容易 這腳很重 對 剩不到40秒 對 看到這一回合紅方其實沒有發動太多的攻勢 因為已經是優勢 對 對 剩下不到10 快只剩下10秒鐘 對 這一回合就要結束了 哇那這個分數差距現在很難追回來 對 對 最後的一秒鐘 哎呀時間到 嗯 對 雙方小打得非常精彩 對 結果我剛剛預測那個上段結果沒有做 沒有 看來今天不適合買大的頭 嗯 下次再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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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英雄喜英雄 嗯 雙方各給一個擁抱 陳定 拍照合影有一點 我都覺得有時候拍照 打完比賽拍照 我超喘的 還要維持那個臉部 還要維持那個笑臉 對對 我覺得應該以後要多開一門那個 訓練可以就是你很喘說 一樣要保持形象 嗯 我以前拍照說 等我一下 我先把頭髮整理一下 對 還是 不管這樣 照片要帥帥的 照片要帥帥的 對 哇 這個